刚刚介大使跟这个施老师论述的都非常的清楚 重点就是拜托蔡英文 拜托赖清德 拜托这个陈建仁等等等 把这个宪法翻出来看一下 把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个翻出来看一下 看不顺眼的话 没关系 你是政府你把它改掉嘛 对不对 那放在这里 你是按照我们的宪法选出来的这个总统 依法你组织了你的这个政府团队 那现在呢你又去否认他 你又这个魅于事实 所以这就是马英九讲的嘛 大家还是要回到这个宪法来看事实 那虽然跟我们现在的政治现实确实是不符合 这点也没有人否认 所以重点还是在于请问 蔡英文都执政那么久 都快要卸任了 民进党都二次执政了 那看不习惯把它改掉啊 宣布台湾独立啊 请问在蔡英文的执政任内 有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吗 签了什么重大的这个国际条约吗 你看看过往我们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 参与WHA的会议 2017年开始WHA就没有再邀请台湾 然后又陷入了焦虑 今年呢5月21号到5月30号在瑞士举行 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收到邀请函 民进党会说什么 我闭着眼睛都可以告诉你 就是怎样 中共打压 对不对啊 我们又被欺负了 就是这个概念 然后这个也很惊人 好不好 今天外传在美方的建议之下 我们的汉光演习的项目 竟然首度纳入撤侨 撤什么侨 撤我们台湾人吗 当然不是啊 我们不是侨民吗 我们撤到哪去 撤到海里吗 当然是撤离外国人啊 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各国侨民 所以你知道吗 如果真的开打的话 你知道台湾的军人本来就不够了 我们还要忙着先把这些老外星送出去 安全地送出去 合理吗 国防部立刻澄清撤侨 设公众安全走廊 都不是演习的这个操练项目 这是个假新闻 这是个错误的 不是这样 国防部有澄清 今天下午呢 这个郭正亮亮哥 在我们的下午节目当中 也被问到了这题 他铁口直断 他说记者不会乱写 他看了这个 觉得真实性非常非常的高 一定是有所本 他也觉得非常的合理 但当然了 这种事情是可以做不可说 对不对 你要是敢公布的话 开玩笑 炸锅了 会被骂翻了 我要请韩冰来 一起来谈一下 撤侨 第一个是我们的汉光演习 要帮美国人 这个老外等等先撤侨 另外一个 对比超强烈 就是最近的苏丹撤侨 我们拉晚报那天 上个礼拜做了一个 这个苏丹撤侨那题 流量也很高 没有跟上的同学 记得上网补一下课 那撤侨我们就看看 中美之间的撤侨 哇 这个对比强度 实在是超级鲜明 有没有 美国是怎样 美国很快 4月22号 拜登老大就下令 大使馆撤离 派出了100名的特种作战部队 撤离谁 撤离70名的 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 有没有派出了三架 这个MH-47直升机 直接降落在大使馆 把工作人员 大使全部撤离 安全撤离 然后可怜兮兮的 美国公民 留下了16000多 这样撤侨 那中国大陆 怎么撤侨呢 大家就知道 教科书式的撤侨 当然了 他们的宣传意味 也非常非常的浓 对不对 这个接回了 将近上千名的 中国大陆的公民 然后他们是怎么撤呢 先撤平民 大使馆的人员 留到最后 殿后 两相比较 真的是差很大 我们看到共军的舰艇 两次靠港 包括南宁舰 包括这个维山湖舰等等 一次从苏丹港 撤离了940名 然后呢 还不但撤自己 还把这个八铁兄弟 也一并撤离 有没有 不但撤自己 行有余力 船上还有位置的话 其他国家 这个交好的国家 全部一并 来 上船 巴基斯坦 巴西 跟大陆目前关系 都很不错嘛 对不对 来来来 一起撤 231名 巴基斯坦 巴西等国的外籍人员 一起帮忙撤掉 撤到了这个沙乌地 大量侨民撤出 需要穿越交战区 那很多交战区 因为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很好 就跟电影演的一样 有没有 那战狼那一幕 就是吴京 拿着国旗 吉普车 一路穿越 就双方立刻停火 让这个中国公民先过 大家觉得太夸张了 可是还真的出现了这一幕 所以你就看到有个画面 有个中国男子 还拿着他们的枪 你知道 还不忘打卡拍一张 我看到那个画面 那当然了 我们不是要光去谈撤侨 这个部分 第一个撤侨的对照组 对照美国的态度 美国对他们的公民 都是这个态度 对我们台湾 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台湾在打仗的那个当下 要先去帮美国撤侨 你认真的吗 还有在这个撤侨当中 更惊人的 这个内行人要看门道 看到什么 看到大陆军队的投射能力 他的远征能力 谭斌 其实这个 当然目前国防部说 这一切都是传闻 吓不倒我 这一切都是幻想 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讲 空穴不来风 对不对 你跟亮哥的看法一样 因为我前两天 跟我朋友聚参 我朋友他先生 刚好是法国籍的 那他们法国籍 在台湾的人 已经接到法国政府的通知 说台湾可能会发生危险 你们自己要考虑 是不是要继续留在台湾 那是真的收到的通知 所以这不是开玩笑 我真的没骗你 因为那天我朋友跟我讲的时候 我也很惊讶 但法国政府 已经发给他们侨民 这样的通知 表示至少法国人认为 台湾目前是一个 有危险存在的地方 你们要在这个地方 你们自己要当心 那当然我们台湾人 是下不倒的 我们台湾人几十年来 都是这样过的 可是至少全世界的目光来看 很多地方真的觉得 台湾很危险 那我们自己要去想一想 那汉光演习这个 我个人认为 就算美方本来有这个意愿 我们也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理由很简单 我们不是攻击的一方 我们是被攻击的一方 因为我们不是 我们如果能够事先知道 解放军什么时候要打来 那整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可是问题是我们不会知道 他如果真的要打你 不会让你知道 所以我们是在一个 完全被动的状况下 请问一下 等我们开始反应的时候 就是战争已经发生的时候 战争已经发生的时候 我们哪有能力 去帮美国人撤架 所以才要先演练 设空中安全走廊 是不是 第一时间 我们设空中安全走廊 你要看老共同不同意 因为空中安全走廊 不是说我画这条线 大家都不准打 大家就遵守 这个美国会打架给北京吗 拜托我先撤完你再打 你再动手 那你要看北京同不同意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说了算 也不是美国说了算 这个要彼此互相协调 才能够有一个安全走廊 不然的话 台湾这么小 一旦开打整个全岛都是战场 哪来的什么空中安全走廊 你要怎么撤架 你港口怎么停船 我们也没有这么大的运展能量 美军自己要派人来吗 你看美国现在其实 你看他这一次 从苏丹撤架你就知道 他其实并没有想要 因为他一万多人 一万多人要撤架 真的是个高难度 所以他们意思就是 你们自己要去那边 你自己想办法 就是这样 我撤我大使馆的人 就是这样 但这个对比也太强烈了吧 当然啦 因为中国大陆 相对人也比较少 可是问题是 中国大陆在那边 其实已经经营很久 因为他旁边有个吉布地 对 然后他长期在索马利亚 这边因为海盗的关系 他长期在那边有船队在巡弋 所以他在这一方面 不管运补能量也好 投射能力也好 都是有一定的水准 所以他也评估过 所以立刻派船过去 然后很快的就接 那当然他在那边公民 应该相对也没有那么多 因为美国如果一万六千多 这个就很麻烦 这一万六千多 你就不是一艘船两艘船的事 恐怕好几艘船 但也不至于先把什么大使馆的 就航不劳劳都先接走了吧 我觉得美国他现在 其实态度就非常简单 我根本没打算要管你 你看从阿富汗撤的时候 不是也是一样吗 阿富汗撤的时候 他也是美军自己就先撤 大使馆先撤了 平民自己想办法 我早就跟你讲 美国人会说 我早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很危险 你们自己不听 有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当然 一方面是中国大陆 现在有具备这个能力 另外一方面 其实反过来说 我们如果他有印象 记忆深刻的话 美国以前对自己的侨民 不是这样子 以前有美国护照 是很好用的 以前美国人 他到哪里去 他们也有任务 是侨民第一个 要先保护他 要先把他撤回去 结果现在美国这个SOP 好像变了 大使馆先跑 这个听起来蛮奇怪的 那表示我们从小看电影 或看纪录片 那些都是错误印象 你讲电影 来来来 我们有一张图 来来导播把它丢出来 有没有 这个每次看这个 美国的英雄片 有没有撤侨的关键时刻 请问 美国队长站出来 有没有 钢铁人呢 蜘蛛侠呢 绿巨人呢 当然郑子 我今天在这个网上 看到的这个图 你知道因为大家这个看完电影 你知道这个美国的英雄主义 透过这个电影 这个整个这个美国式的精神 这个散播到全球 你看完以后都觉得 哇 身为美国人 太荣誉了 对不对 关键时刻 蜘蛛侠都会出来救你 有没有 钢铁人会出来救你 所以这个撤侨的时候 不要怕啊 对不对 有四大 四大美国英雄跑哪去了 秀芳我必须很诚实地跟大家讲 如果你真的有看过这些电影的话 就知道 这些家伙虽然是超级经久没错 但每一个都是破坏狂 他到哪里去就把那个地方漏一扇混乱了 你确定他们来救人是好事吗 这样子啊 因为你看 尤其那个浩克 浩克到哪里去 不是砸了稀巴烂的 那这也蛮写实的 美国到哪里不都这样搞吗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 如果还在苏丹的话 真的自己想办法赶快离开 不会有超级英雄来救你的 美国队长都换眼的 你也看一下 来导播回去 看一下我觉得其实借由这次撤侨 这个中国大陆跟非洲的关系很好 过去不是盖了很多基地吗 这个美国也很惊慌 那这次算不算是 你看到也一个展现 军队投射能力 远征能力一次展现 我觉得它展现在好几面 第一个它在距离国土 这么遥远的一个地方 它能够展现这样的运捕能力 跟投射能力 然后再来呢 它在当地经营了几十年的成果 也就是虽然 其实现在的苏丹军政府 跟它不搭嘎 但是它还是能够派自己的船舰靠港 然后把侨民运走 表示它在当地 还是有一定的协调能力的 这一点其他国家就未必做得到 我讲实在话 所以你在当地经营久还是有差啦 他们也会 就算这些军政府 他们自己在内战 但他还是会尊重 你外国的某一些影响力 所以他不愿意太得罪你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你有没有长期经营的一个结果 我就直接看得出来 那美国过去是有这种能力的 可是美国放弃非洲已经很多年 所以他现在在非洲 感觉上就有点捉襟见肘的情况出现 我个人认为 美国现在虽然想挤挤执尊 你看他在南太平洋也好 在非洲也好 他都要重回 然后重新在那边建大使馆 重新要弄 但是我必须讲 这个你不弄个十几二十年 是没有办法重新回来的 所以美国如果要补课 要补很久的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